花青素的营养价值很高 主要存在于蔬菜和水果里面 是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成分 几乎可以和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其名 不妨来了解一下花青素的功效和作用 花青素的功效和作用有哪些? 1. 抗氧化、防晒、花青素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功效 抗氧化的功能超过了维生素E50倍以上 几乎可以和番茄红素相比拟 能清除对身体有害的自由基,延缓衰老 花青素属于天然的阳光遮盖物 能减少紫外线对皮肤所带来的伤害 花青素能够有效地保护皮肤细胞 防止细胞受到氧化 达到了防晒的功效 2. 抗辐射 其实在很多食物里面含有花青素 因为食物中的酸碱值不同 所以花青素呈现的颜色也有很大差异 在碱性环境中花青素呈现蓝绿色 酸性环境中会呈现红色 花青素即使在光热酸碱环境中也非常稳定 所以具有很强的防辐射性 适合于长时间面对电脑的人群 身体的衰老以及正常细胞癌变 都是自由基在作怪 正好花青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 有利于清除自由基 3. 保护势力 抗过敏 花青素能保护维生素A 防止受到氧化 增加了视网末中维生素A的含量 提高了势力 防止出现叶芒症 花青素能够治疗因为花粉所引起的过敏反应 增强身体中体液的免疫系统 提高了免疫功能 另外花青素也能够增强大脑神经 提高睡眠质量 适合于神经衰弱以及失眠的人群 4. 预防心血管疾病 花青素能延缓血管细胞的衰老 保持血管的弹性 防止硬化 降低血压 花青素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性能 保护血管里面的好胆固醇 降低血管中坏胆固醇的含量 清除小血栓 恢复血管最基本的弹性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的产生 5. 抗炎 花青素属于保护色素 能加快伤口的愈合 具有杀菌的效果 能辅助治疗中风 关节炎以及皮肤外伤等 另外花青素也能够杀灭感冒病菌 提高抵抗力和免疫力 缩短感冒的时间 温馨提示 在葡萄 桑胜蓝莓及羊莓里面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到目前为止 黑枸杞里面的花青素含量最高 而且容易被身体所吸收 对于长时间用眼的人群 应该多吃富含花青素多的食物来保护势力 豆腐 你给我准备于 皮肤和娓里面吻 一切 有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